來 24小時的民谷屋 完成24個願望 Let's go 先前因為影片 慘遭台日網友言上 百萬YouTuber蔡阿嘎回來了 16號發布九尾芯片 沉澱好幾天後 重啟日本旅遊系列 五瓶餅 吃起來好像薯餅耶 沒有 就是要配這種原味日本的什麼 啤酒醬 非常好吃 大口大口吃當地美食 蔡阿嘎與團隊示範 如何利用週末兩天 非日本民谷屋 展開一連串鐵人行程 蔡阿嘎過去獨舌評價 影片中收斂不少 這回發布新影片 強調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爬起來 很奇妙 好吃的 地雞也要嫌疑 雞子麵嫌疑之外 民谷屋的地雞 地雞日本三大地雞的 他們的雞肉 這次看到什麼 統統盛讚好好吃 蔡阿嘎也挑戰吃日本最大炸蝦 哪有那麼大蝦 他弄成蝦這樣弄出來炸的 很粗耶 那麼粗啦 很粗耶 他不是家鄉耶 真的是家啦 真的是家耶 團隊一行人挑戰快閃民谷屋 搭上最近很夯的廉價航空 民谷屋快閃來回 幾乎天天有航班早去挽回 實際體驗民谷屋 美食一次制霸 蔡阿嘎挺過岩上風波 新影片也再度踏出腳步 重新出發 三星新聞 綜合報導